老布什总统的对话外交政策受到最大的考虑 就是中国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期间 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低潮了 这是对他的一个政治判断力跟政治智慧的一个最大的考虑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平时住这考虑没有 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现在呢我就来谈自己的分析跟看法 就是他首先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要挽救中美关系进入低潮这一点 这一点是很重要 因为世界上两国首要的大国 如果外交关系处得不好的话 对世界和平是会带来很多大问题的 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光是这一点 老布什八九之后的表现 那不光是挽救中美关系进入最低潮 还有一些更深更更长远的看法 因为可以说是八九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 刚刚走出以前那种地关自首那种 敌视西方敌视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的这种时候 六四镇压之后 中国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危险的群态 就是要退回去 退回到那种敌视外部世界敌视西方国家这种东西里面去 也就是退回到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时代这种东西去 除了对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是影响之外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刚刚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马上要退回去 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当初我在北京我就知道 当初在李鹏政府的主导之下 搞的是反对活平演变啊 反对苏联美国玩我之心不死这一类的东西 这是一个不但是对中美关系 对世界活平的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就是它的意义就超过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了 我就对于老布什跟他的那种政治团队的考虑来说 这种往倒退回去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巨大的 他们要全力以赴的要挽救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们的考虑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要评价这件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对他这种看法有很多批评的 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是对中国的 进行天安门屠杀的这种人 三手专门先取的这种人 跟中国的专制主义者 他采取了一种虚心的态度跟过分迁就的态度 我觉得使得中国的像邓小平这些人 他就会坚定他这么一个信念 我杀了人又怎么样呢 中国就是一个大国 我杀了人你还是得给我做生意 你还是得跟我打交道 所以对他们专制统治者来说 就世界的反应没有给他们 吸取一个足够的深刻的教训 他觉得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美国有多么了不起 你最后你还是要迁就我 我觉得那种随情跟迁就的东西 使得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集群教训 使得他们在国内镇压方面 就是一直都是为所欲为的 这一点我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第一个电视频 我先想炼了 我先来个电视频